Hello,大家好,我是大脸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它能够把谷歌数据库里面的数十亿个页面进行排序,然后找到与特定查询最相关的结果。那么RankBrand是如何运作的呢?因为RankBrand是一套人工智能学习系统,所以它会根据客户的搜索意图自行调整算法。RankBrand依据关键字,自动的减少或者是增加外链。 内容新鲜度,内容长度,与名权重等各项因素的比重。然后,观察搜索者与新的搜索结果的互动。如果用户更新欢欣的算法,那么系统就保留这种设置。如果不喜欢,系统将保留原有的算法。那么谷歌用于排名的因素有哪些呢? 目前根据谷歌公布的算法来看,影响排名的信号约有两百多种,但是其中还隐藏了成千上万种有可能引发RankBrand进行变革的因素。 不要被上面的数字给吓到了,因为这两百多个因素,对排名的影响有大有小。 今天就给大家分析其中十个最具影响力的谷歌排名因素。 1. 域名权重 2. 内容 3. 外列 5. 网页加载速度 6. 移动端友好性 7. SEO 本地化 8. 网站安全性 9. 品牌以及社交 10. 用户体验度 域名权重 在影响谷歌排名的两百多个因素中,域名权重Domain Authority对搜索结果排名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域名权重指的是一个,域名在搜索引擎上排名的综合实力,一般评分为一至一百分,分值越大,权重越高,越具有参考性和权威性。 域名权重是多种因素的总和,包含域名分类,年龄,长度,历史记录,内容原创度,链接关系等。 我们可以看到,谷歌排名靠前的搜索结果都是域名权重较高的网站。 那么我们该如何提高我们的域名权重呢? 首先,推荐大家一款免费好用的,查网站Domain Authority,Package Authority的Chrome插件Mazda。 借助这个工具,我们可以查看搜索引擎中任意网站的DA和PA,知道了我们的网站以及竞争对手网站的DA和PA。 接着我们就可以找方法来超越它们了。 1. 高质量外链建设 我们都知道,外链不仅可以起到丰富页面内容,网站引流的作用,还可以传递权重。 因此,在高权重的网站,比如Yahoo,Bin或者是维基百科,获得高质量的外链,会轻而易举地获得它们的权重助力。 但是,高质量的链接,通常都是很难得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优质内容的助力。 2. 建设高质量内容 我们提到过,利用特定关键词,谷歌数据库里面会提供数十亿的搜索结果。 那么我们要如何从这些结果中脱颖而出呢? 记住,谷歌会把最有用的内容提供给搜索者。 没有人会把链接或者是好评给一个内容特别差的网站。 像要写出好的内容,可以参考国外SEO大咖Branding的摩天大楼技术。 内容为王,内容质量。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反复提到过优质的网站内容,是2019年,乃至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谷歌优化的重中之重。 我们都知道,谷歌的算法是依赖于关键词的。 用户将搜索字词,放到谷歌搜索框中。 谷歌算法会根据关键词的意思,以及用户的搜索意图,将结果展示到用户的面前。 因此我们的网站,就会使用这些关键词,来告诉搜索引擎,以及用户。 我们的这个网站,可以提供搜索者,想要的内容。 所以在谷歌SEO中常见的一个错误就是抓取,或者是编写一大堆垃圾内容。 然后在其中,大量堆砌关键字。 这种内容,不仅不会获得高排名,更妨碍网站的用户体验。 所以谷歌是不会给,这些内容高排名的。 记住,谷歌的目的是为了给客户展现,最有用的内容。 不要欺骗谷歌,谷歌不是傻子。 谷歌的系统就是一个个搜索者搜索意图的体现。 所以像对待你的每一个客户一样,拿出你们最专业,最诚挚的内容来招待他。 关于如何建立高质量内容。 请参考谷歌大叔之前的文章SEO加内容营销的整合营销,攻略2019最新。 内容的长度。 文章拥有更多的单词数量,意味着可以覆盖更加全面的内容。 相对于短小肤浅的内容。 长文章在算法中更加具有优越性,在谷歌任意搜索结果中。 排名前十的内容,包含的平均文字数量至少为2000字。 外列,除了内容,外列也是做好网站SEO的基础之一。 当你的网站通过外列与高质量网站相互关联时,就会在搜索引擎上面更加的具有可信度。 Google通过FajrArm来衡量外列的质量。 FajrArm本质上就是外列分数。 它分为0至10分。 数值越大,代表外列做得越成功。 对于想要建设高质量外列的朋友, 伊格尔老师的这篇文章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高质量外列的评估方法总结,从此杜绝无用功。 ArmPage SEO指的是,优化网站上的一个单独的页面, 使其获得更高的搜索引擎,排名和相关流量。 它涉及到网站HTML代码,页面内容,以及用户体验等方面的优化。 下面是ArmPage SEO优化的一个模板。 里面涉及到每一个具体细节的优化过程。 网页速度,无论是谷歌还是其他的搜索引擎, 都将网页速度作为衡量网站排名的一项重要因素。 搜索引擎之主可以根据页面的HTML代码, 准确地衡量出网站的速度。 就跟我们刚开始提到的那样, 谷歌的目的是为了给用户提供最佳的体验。 如果你的网站加载速度慢, 肯定会影响到客户的跳出率。 根据亚马逊的调查报告显示, 他们的网站每慢一秒, 便会损失160万美金的销售额。 那么我们该如何提升我们的网站速度呢? 如果你不是专门的技术人员, 可以直接交给你们的网站开发人员。 如果你想自己解决问题, 那么给你以下建议。 1.使用优质的主机。 这个很简单, 如果是WordPress, 可以考虑PanCon之类的主机。 有没有成本更低, 更快速度完成Google排名推广的办法呢? 答案是有的, 在视频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 采用关键词布局加视频内容, 在同等常委词条件下, 视频能秒收录且排名靠前。 有很多朋友会说, 拍视频的成本太高, 海量生成不现实, 所以, 今天推荐一款Seal神器给大家, Cat Video, 采用AI引擎, 关键词布局加自动生成海量视频, 并同步发布全网社交媒体, 帮你捕获精准客户。